许多人长期在电脑前 悄悄打打 姿势不正确 肩颈酸痛已经是常态 也有人因为工作 需要反复搬运重物的动作 也让腰背不舒服 今年30岁的黄信凯 在工厂上班 一整天下来 需要来回搬运 每箱至少12公斤以上的重物 腰部酸痛难耐 腰就会比较酸 对 然后就是会一直持续到隔天早上 就是很难疏解 那你以前都怎么 主要就是拉筋 但是因为我都是随便乱拉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集中到腰部 到底要如何才能有效舒缓酸痛 今天带你来认识 欧美地区最近流行的脊椎螺旋运动 它又称为蝉柔运动 一起跟着物理治疗师动一动 残柔运动这个的创办人 是一个匈牙利的舞者 然后他叫Julie 那他因为自己的舞蹈 所以有一些伤害 那因为是肌肉骨骼的伤害 所以他就认为说 他竟然是因为动作受伤的 那治疗应该就要从动作开始 伤于动作 死于动作 脊椎螺旋运动结合了瑜伽 太极拳 有氧 还有皮拉提斯等等的运动 只需要一张椅子 一个瑜伽垫就可以做了 首先就是我们要先打开 胸椎的活动度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螺旋旋转 吸 吐 吸 吐 加上手 往后打开肩关节 然后再包回来 再来走开 然后包回来 再来走开 好 包回来 有下背痛的困扰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您 再来走尾椎卷 往前换边 就是尾椎一定要往后包 如果没有包 用这样推 就没有做到 就等于说你这里的肌肉 一定要控制住做一个包的动作 脊椎螺旋运动从简单到难 都是由内而外来控制自己的身体跟力量 这项运动老少先怡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你做完以后它就是会有那种放松感 就是从腰部就是慢慢扩散出来 然后你隔天就是就不会酸了 对 这效果还蛮明显的 在家就可以练习做 但最好还是先请求专业老师的教学 正确的姿势与动作才不会受伤 进而真正有效的舒缓痠痛